这一期真的好难对我来说 因为我有点不知道讲啥了 我感觉现代人都非常脆弱 都经不起调侃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 他说杨丽你还可以调侃你自己 我说可是我也很脆弱 我也是现代人 而且我都已经做了两年艺人了 我现在更脆弱了 你现在别说讽刺我 我现在就是每天听不到那种虚假的夸美 我都受不了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没有的话我想说 怎么最近没有人骗我了 我都这么不成功了吗 他们都去骗谁了 徐志胜吗 所以你们知道在上海那两个多月 我哪儿最难受吗 就是有两个多月都没有人夸过我美 我当时想说这种丑日子 我这种美人怎么过得了 这两个月真的对我人生的影响很大 我现在整个人已经变了 从里到外都变了 我跟你说这两个月我每天在家 扫地洗衣做饭 拖地打扫卫生 我这么是跟你说吧 我现在的生活离家庭主妇 就差一个家庭了 我现在出差都要求 我必须住大酒店的大房间 因为面积小的都不够我扫的 所以我看到那种越脏的地方 我现在就会越兴奋 就比如说那种大学宿舍 还有什么马路上垃圾堆 还有这些退伍秀演员的内心世界 有没有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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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但这两个月 真的我懂得了很多人生道理 我才发现人呢 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你不能太闲 人一旦闲下来 待在家里 很容易主动联系自己的前男友 门 真的我算明白了 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 那都是因为马儿 可以在外面自由地跑 就是 当你把马圈在一个屋子里 你看他吃不吃回头草 他能转着圈吃 你知道 一边吃 一边还跟同伴说 咱不当马了 咱当驴 我觉得 不光是我 我感觉他都这样 我在家我都担心 他跟我说这要再这么下去 能解封的时候 我们公司这些同事 不会都复婚了吧 咋玩意儿 好一点 来 一个人真的太难熬了 寂寞 24小时为什么这么长啊 你就会想找人聊聊天 我说我不行 我要去联系我前内衣 我还问我朋友 我说我怎么跟他说啊 我第一句话说啥 我好紧张啊 我朋友说没关系 无所谓 你说啥都行 因为不管你说啥 在他看来 你都只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然后我就发现 他对我爱搭不理的 我就开始找各种话题 你知道吗 我会给他发我的猫 发我的猫 我说你看可爱不 他最近又长胖了 每天都发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我好像《甄嬛传》里的齐飞 就是为了让皇上多看看我 每天只有一句台词 说你看皇上三二个 最近又长高了 果然 皇天不负有心人 有一天 他终于开始跟我分享 他的生活了 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他说你看 这是我女朋友 可爱不 我说 你有女朋友了你不早说 你女朋友爱聊天吗 咱俩能不能拉个群 这就叫相亲相爱两家人 你知道我有一次 在演这一段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观众 就一直这样盯着我 他也不笑 我说你咋了 他说丽姐 我不喜欢看到 你这种谄媚的样子 我说 那对不起了 我现在就是这么谄媚 你不喜欢有什么用 我妈很鼓励我这样做 我跟你说 这种朋友 他就是没有被隔离过 我现在都理解了 为啥过去的妃子 那么爱宫斗 因为闲啊 你知道吗 如果你知道他有机会出去工作 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特别忙又成功 他根本不会工作 只会每天给公公塞钱说 拜托你的李公公 求求了 今天晚上 让皇上千万不要翻我的牌子啊 我没时间啊 明天早上我还有六个会 咱没有条件过这种 皇上阿哥热炕头的生活呀 让他去齐飞那儿看看吧 听说三阿哥最近又长高了 所以今天你知道 我又回到了这个舞台 就是因为疫情让我明白 工作有多重要 而且我已经跟我前男友的女朋友说好了 在我和他之间 至少要有一个女人要好好工作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顺姐 他考你一下 他提到的《甄嬛传》那几个细节 哪一个是假的呀 假的 就是其实我们学习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挺渴慕的 杨丽之前还说想去乘风破杠的 这个反应很真实 我很喜欢 你要去吗 你要去的话 你就别去了 不是 就是你要去的话 我估计也存活不了多久 对 很难很难 唱歌跳舞我真是一点都不行 他可以去观察室 他可以去观察室 对你可以去评室 你去当那个叫什么 50个评审团吧 我不敢说呀 不敢说话 你多敢说呀 就缺你这样人 不敢 我已经得罪另一部分人了 这一部分人不能再得罪了 好的 恭喜杨丽获得四灯 成功晋级 声上张老板 好 太难了太难了 进了就是好事 我是觉得这些段子 是能写的挺好的 但是由于我也没有时间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 今年是一个最大的考 就是想讲纯技术 想在技术上做得更好 我是能感觉到杨丽一直在进步 经历了很多事情 经历了被很多人喜欢 经历了被很多人不喜欢 我觉得她今年是在找一种 怎么样让大家更了解她的一种方法 其实我对杨丽的期待 就是因为每次都看她脱口秀上 特别精彩 她怎么每次都能写出这么好的本子 我就不明白 我特想采访她 她适合隔离 反正她 就她今天讲的那些 就太生动了 名额就剩一个了 一个了 就剩一个名额了 这个名额之后就要进入富家赛 只有获得四灯的朋友才能晋级 就剩最后一个晋级名额了 这个之后就是富家赛 但是后面还有好多老选手 新选手都很多人 我觉得比较稳定的一定是邱瑞 因为邱瑞的状态 真的太适合富家赛 虽然是压力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但一定是一种家常 大家肯定想看到这种情况下的邱瑞 广志 今年一定是冠军 广志就是喜剧行业真正的天才 肉食动物在演了一整年的专场 他们两个的默契 是没有人能比的 别人就都会捏把汗 其他的人怎么样不知道 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能晋级 我在这一篇稿子里 加了一些赌的成分 我赌自己能拿四灯 我的目标是真正实至名归的四灯 我挺喜欢今年的赛制的 我觉得我能够四灯 我特别喜欢这种方式 就是你要么晋级 要么死得痛快 不需要在纠结的状态里面 不需要在纠结的状态里面 不需要在纠结的状态里面